我高位解碳是19年车祸导致的 不是大家说的谢天性残疾 也不是小儿妈皮症 我在22岁之前和大家一样的活蹦乱跳 沿爱诗和远方 有一个健康自由的身体 奈何一次意外将我牢牢的空在了笼椅上 有很多东西还未来得及去尝试去追逐 就变成了一个不自由的身体 刚开始的时候也哭过闹过 不愿意接受现实也非常恐惧的迷茫 没一点安全感 以至于抑郁了好久才慢慢的跳上过来 我不敢回想刚受伤的那两年 满满的都是心酸和泪水 好在那时有父母的细心照顾和开导 拯救了当时处在圣院里的我 这些年如果没有我妈 可以说也没有现在的我 是医生当初拉回鬼门关的我 是父母后来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在这里我想给我妈说 这些年照顾我真的辛苦了 我已经长大了 经历过了命运的洗礼 往后我会好好地 勇敢地面对生活 不再让你们担心 也会努力地去锻炼创造奇迹 活出坐在龙椅上的精彩热生